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芬待在家里 夏小兰和其他人一起去招待所 夏小兰总算弄清楚刘勇和周成一块出现的原因 尽管周成说得轻描淡写 夏小兰却在这样的天气里下出了冷汗 如果周成和康伟不是刚好路过 没两人相救 他舅舅会不会因为失血过多 人就没了 周成和康伟替他打跑流氓时 夏小兰感激 却也没有这样感激 女性的真操很重要 但真被流氓如何了 夏小兰也不可能去死 他舅舅却是一条命 人连命都没了 再多的盼头都没用 怪不得周成说要去阳城 临时又取消 那时候只怕在护士的医院里守着他舅舅呢 夏小兰是真的很感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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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连说了三声谢谢 声音不大 任谁都能听出他情绪的激动 小兰 这是应该的 就算是不认识的陌生人 在那样的情况下 周成肯定也要帮一把 不过 救的人要不是刘勇 周成肯定把人往医院移送 顶天垫付了医药费这玩意儿 可受伤的是刘勇 周成就必须亲自留下来照顾 确认刘勇没有大碍才行 他不是有义务这样做 他是自己愿意这样做 因为夏小兰 他和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刘勇有了羁绊 周成做这一切甘之如頤 说他卑鄙也好 自私也罢 刘勇伤得挺重 周成救了他的那一刻 脑子里还想着 这真是天意 半路上都能捡到夏小兰受伤的舅舅 谁敢说小兰不是他命中注定的媳妇 周成望着他媳妇 浑身毛孔都透露着喜悦 他表现得太明显 李凤梅原本心不在焉的 慢慢有点感触 瞧上小兰了 也不奇怪 他就没见过哪个年轻后生会讨厌小兰 小伙子长得精神 又有对刘勇的救命之恩在 李凤梅对周成第一印象好极了 陈庆单看着也是很优秀的 要和周成比 似乎又不够看 人都是外貌协会的 谁家挑媳妇挑女婿 不喜欢长得好看的人 就算在八零年代 小伙子一表人才 家里面就是穷点 也不愁找老婆 好歹刘勇跟着人家好几天 总该知道点底细吧 李凤梅打算 晚上再仔细盘问 送来送去的也麻烦 夏小兰干脆也在招待所开了个房间 她明天要去阳城 车票都订好了 刘勇忽然受伤回来 打乱了计划 夏小兰在纠结 自己要不要退掉车票 她需要和刘勇好好谈一谈 夏小兰现在仍然不知道 刘勇是干走私的 可出了一趟门 差点丢掉命 她舅舅的赚钱门路实在危险 尽管后世有人曾笑称 在八零至九零年代发家很容易 所有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了 笑称归笑称 也是从侧面说明 发家早的一批富豪都有过灰色手段 灰不灰的也分程度啊 她舅舅选的行当显然是要命的 赔钱不怕 就怕要命 命丢了 一切才是真没了 不如让舅舅跟着肉骨开服装店 我卖女装 舅舅卖男装 她舅舅就不是能在一个地方困住的人 夏小兰自己也不会一直到卖服装 她想了很多 翻来覆去好半天才睡着 一墙之隔是周成和康伟的房间 周成也睡不着 康子 这趟跑完就要收手了 这条路你要怎么办 我们俩商量一下 康伟一下子从床上翻起来 哥 我都听您的 你说咋办就咋办 你别激动 我不是要拆伙 也不是真要塞个人到我们的生意里 就是刘叔这事儿给我出动挺大的 亲自跑生意在利润方面能拿得多 路上有多危险你也瞧见了 不是每次都这么运气好的 捷到的要抢走私的 走私的相互黑吃黑 刘勇是拿命在搏钱 捷到的同样抢他们的车 值得长途运输的货 不可能不值钱 整整一车的香烟得值多少钱呢 这种东西就算是抢了 很容易就出手 周成自己挺自大 可他不会一直和康伟一起跑车 康伟没有太细心 身体素质更差得远 康伟还是康家二老的心肝宝贝 看看今天小兰的家人们有多伤心着急 换了康伟有个闪失 康伟奶奶肯定是活不了的 周成是要拉康伟一把 却不是要带着他往悬崖下面跳 康伟被周成说得沉默 这条路真的太赚钱了 每一箱香烟都是正规产品 它们不是走私 就是把每个地区固定配给的香烟换个地方 把护士不好卖的香烟牌子拉到玉南省 玉南的拿去京城来回倒腾 好吧 不是走私 绝对是钻政策的空子 向他康伟 钻点政策的空子无所谓 就算哪天要追究 看在他抗战牺牲的父亲份上 事情可能也大事化小 周成却不一样 成子哥是有大前途的 档案里会不会留下污点 康伟打了个冷战 被巨大利益冲昏的脑子 总算开始降温 成子哥 我们收手吧 康伟的胆子小 有时候是缺点 有时候又成了优点 让康伟知道敬畏 没有仗着家里长辈的溺爱 变得无法无天 周成见他把话听进去 也不再吓唬他 收手倒不至于 我们换个方式还能继续做 你让我想想 康伟蒙点头 千万要好好想想 他这脑子比不过周成 他习惯了听周成的 他奶奶说过 自己不聪明不怕 跟着聪明人走就行 招待所的条件不错 住进来的五个人 各有各的心事 大家都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 最高兴的人 当属李峰梅无疑 晚上刘勇已经答应他 把剩下的本钱抽回来 再也不碰那要命的生意了 李峰梅虽然心疼他背后的伤口 却也高兴刘勇的决定 十一月的商都市 早晚气温都挺低了 李峰梅拿着热水壶 接水回来洗脸 招待所他是第一次住 没有西景村乡下 叫他习惯 却又有说不出来的方便 随时提供的热水 干净的厕所 听说每年的十一月中旬 商都市还集中供暖 怪不得滔滔来了省城 就舍不得回去 这里和乡下 的确不一样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从前那是没念想 一旦想法在心里扎根 想去掉也没那么容易 你能抽回来多少钱 你说咱俩像小岚一样 也在商都市 做个啥生意 把滔滔街道省城上学咋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